大家好 在讲座一开始 陶海星老师谈到了书法的三个本质特征 指出了汉字是书法的灵魂 书法是一种技术 也是个体修为的表达 那接下来呢 陶海星老师要给我们阐述 书法和现实生活当中 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好 下来再讲三个问题 就是书法和人的关系 书法是要人来表达的 那么书法在现实生活中 它和人有哪三个关系呢 我也总结了三个关系 一 艺术的书法 书法作品 书法甚至是习作 书法 还有古代留下的各种法切 大量的展览品等等 都是艺术的书法 在这个过程中 人作为书法爱好者 或者是作为专业的书法家 都在寻求前面那三点 怎么用个人的修为 怎么用最好的艺术和技术手段 来表达汉字 那么这个称作艺术的书法 这个领域里就是书法是一种艺术 二 文化的书法 书法不只是一个艺术和技术 它是一种文化 我们眼睛里我们生活中书法无所不在 书法作品的鉴赏 书法作品的收藏 书法作品被 书法被印制在各种商品的包装 书籍的封面 我们是被书法包围的 而这种书法表达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无时不再影响每个人的审美 好 这是文化的书法 这里头有书法的理论书法史书法的鉴赏书法的收藏书法的市场等等 第三个 生活的书法 有很多人历来有很多人书法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生活离不开书法 书法成为他精神追求的一部分 也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多年来习字成为一种功课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甚至成为一种养生的方式等等 生活的书法 而且书法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一旦喜欢他 一旦开始学习他 会成为很多人终身的爱 终身的爱好和习惯 就进入他的生活了 第二个奇妙的地方在 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里头 书法成为传统以后 一代一代人就传承下去 我们这个认识的很多朋友 家学渊源 就是家里几代人 就是在书法上 要么是书法家 要么是追求书法 收藏 有 所以他 现在我们的 我的一些学生 他们的孩子也就感兴趣 差不多快十年前 洛杉矶有一个企业家 想一面墙 想让我给他写一幅作品 我最后写的是孔子的大学 他挂在墙上以后 他女儿那会儿在上中学 他女儿在那个墙上 本来贴了好多明星的照片和海报 NBA篮球明星 看妈妈把他那块地方战了 挂了书法了 非常愤怒 这个都影响了家庭这个气氛了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 慢慢慢慢的 后来参加工作了 他们家说 孩子上班回来累了 就坐在楼梯上 看书法 看着看着就越来越喜欢 从一开始的反胆 变成了越来越喜欢 这个书法成了他生活 欣赏他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